哈囉,大家好,我是圓 那今天終於來到我們Part3 就是主要就是我們OSU的玩法教學 那之前有講到,我有 我可能會搭配幾種玩法做說明這樣子 那OSU主要,因為我大概分析出來 玩法真的非常多 那我還是把主流的玩法 就是主要玩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分析出來是大約主要的元素有滑鼠 對,就是最基本的滑鼠 鏡頭上面有滑鼠 滑鼠 就是右下角,我手在摸的這隻滑鼠 那第二個元素呢,就是鍵盤 那最主要就是左... 左邊,這是右邊的吧 最右邊這個,我的左手在拿的是鍵盤 左手在摸的是鍵盤 對,那主要是由滑鼠跟鍵盤做... 做一個組合搭配 對,那當然就是在進階 在進階就是之前提到的 就是有繪圖版這個東西 對,那繪圖版是什麼呢 我拿給大家看齁 今天為了這準備了一點教材齁 這個就是繪圖版 就是這個繪圖版主要的功能呢 其實是拿來做繪圖用的 就是它這個繪圖筆 它基本上繪圖版上面都會有感壓 它主要是拿來繪畫用的 就是由像現在網路上很多 動漫畫啊,就是有些畫家 CG一些畫家 那主要就是由繪圖版來做製作 對,那為什麼會在OSU上呢 因為它有支援到滑鼠的那個操控 因為主要... 主要就是電腦繪圖都是由滑鼠端在... 就是由游標端在操控 那它藉由... 它就是有比很執著的可以控制... 控制滑鼠端 那這個繪圖版的原油呢 呃...也... 第一個使用繪圖版的OSU玩家 其實也不太可考了 對,那... 在我進來OSU 就...既然玩OSU 一開始我也是用滑鼠玩 那... 到後面一個階段之後 我認識一些台灣玩家 那個時候是頂尖的 就是有一個JSR 這個玩家... 這個玩家可能大家就比較不清楚 他算是... 他算是... 可以說是前幾批 呃... 實際上到底是誰先用 其實這不太可考 那...他算是台灣的先取 他當時就... 就是懂得利用這個繪圖版的移動優勢 因為他移動起來真的會蠻直... 蠻直覺的喔 因為... 再加上繪圖版它是使用絕對位置 所以比較不會有移動... 產生移動的片操 對 那基本上就是有的是三個元素 鍵盤 鍵盤 繪圖版 還有滑鼠 對 那... 我今天先做一個... 純屬的... 第一個... 還是純屬的示範吧 對...那雖然上次有跟大家... 有示範過了 不過... 嗯...可能在... 比較進階的... 圖的時候 可能就需要一些比較進階的動作 那... 當然我這幾天也有做一些... 各個... 各個 style 就是... 玩法的... 做一個測試 也算是... 先適應吧 要有... 要有一定的適應再展示給大家看會比較好這樣子 好... 我切換一下畫面 恩... 因為是純屬的關係 所以... 基本上只要右下角這個... CAMERA 有看到就... 沒什麼問題喔 我喬一下... 麥克風的線 好 那... 因為我玩了遊戲 恩... 應該說我... 這個... 我這影片會上傳到Youtuber 所以我玩了歌 也會受到一些局限喔 因為... 有些歌都是有版權的 那我就... 盡量游走在法律... 法律邊緣 就是... 使用2DX或KUNAMI的 他應該比較不會被舉發這樣子 我先示範一下純屬的... 玩法 恩... 因為比較進階的話 主要都是連打的部分 就是變成說你的... 你的左右鎖 恩...不是左右鎖 就是... 你的連擊的獅子跟中跡 對... 這是主要的獅子跟中跡喔 要做一個交替 對... 那我示... 我示範給大家吧 示範給大家一次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地方 恩... 我游標這個地方齁 大家也可以利用這個... 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 咦...你是怎麼點擊的 對... 就算一下 róさ... 我們告訴你 照片 不是外國鎖 或者是真的 算成功 有多靜靜 如果不是外國鎖 等等 你 我們可以看到 你 有多小靜靜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如果你覺得純屬不錯的話 也可以做修煉 純屬也有它的風格在 它的左手是空閒的 你可以邊喝水 邊喝飲料邊打塗都可以 這是它的優勢 那它完全都是靠右手 移動跟點擊都是用右手 對 那再來呢 就是加上鍵盤的搭配 這邊為了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我把鏡頭做調整 稍等一下喔 這樣可能會比較清楚 就是包含我左手連打 跟右手移動的部分 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把滑鼠的 滑鼠的這個主要鍵 的那個感測關掉 那我就按F11 按F11喔 那螢幕上就會顯示說 Disable 就是它會把滑鼠的 滑鼠的主要鍵取消掉 在遊戲中就不會有任何反應 我怎麼按都不會有 那我這個時候 按那個 預設的K1K2就會有反應 就會有反應 那我示範一下 就是鍵盤 跟滑鼠 那這是通常比較 比較常見的 那應該還是目前最主流的主流 可能大約佔了 可能會有一半以上都是 還是這樣子的玩法 好 那我這次示範就開始囉 好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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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的話就會有比較順暢的方式 那這道未必是說純屬就比較不好 因為我之後也都是依靠在佐折恩用黏打 所以看起來比較順暢 那真的也有不少純屬是非常 黏打是非常流暢的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基本上呢 這就是劍屬的打法 這是第二個方式 那再來就是說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劍屬比較特殊的打法 怎麼特殊法呢 大家稱為滑鼠跟鍵盤共用 就是鍵盤有點擊 那滑鼠也負責點擊 那通常點擊點會是主要的慣用點 就是單指的部分 就是主拍 我們所謂的慣用點 會在滑鼠這邊 那左手呢是用來輔助 做連打的時候的這個作用 就做示範的話就好比這樣 做示範的話就好比這樣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K1 K2 M1 M2這邊 我的滑鼠點下去 然後我的鍵盤K2點下去 然後這樣子做連打的動作 這樣玩起來有點像是 在打擊那個 就是一左右一左右 可以打成一個節拍這樣子 那這種玩的方式叫做雙刀喔 就是你的左右手 同時都有在打擊節拍 那這個雙刀大概就這樣給我來的喔 那稍後呢 繪圖版的雙刀我也會演示給大家 就是做個展示這樣子 那我這次就先用滑鼠 好舒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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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谢谢大家 再见